被美国海关拒绝入境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如果您是拿的是B1 B2 就是B1 B2 如果入境的时候被拒 那这个可能性 有可能是你以前在美国有预期拘留 或者是您有什么刑事的案底 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建议是您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有礼貌 而且很有耐性的一个态度 跟这个海关或者是移民官去对话 那么那个时候尽量地要要求英语的翻译 如果您的英文讲得不够好的话 要求英文的翻译 而且一定要他告知你被拒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对策 那然后再可能的话 如果您的态度好一点的话 要求这移民官让你打电话给律师 因为有时候移民官不让你打这个电话 那如果说这移民官那天好像可能可以的话呢 那他让你打电话 你就可以问律师 然后跟律师来 由律师来跟这移民官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跟他解释你这个情形 这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怎么样说都不通 一定要不让你入境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只好接受这个情形 他会可能会给你几个情形 就是说让你自动离境啦 原机遣返啦 那您就跟他要求 我建议呢 就是说要求的是说 我要撤回入境的申请 那撤回入境申请比较好在 就是说你就不会有这个记录 曾经被拒的记录 那你撤回入境申请 当然你在机场就自己就搭下一班飞机再回国 你回国之后呢 再请美国的律师 请律师把这件事情去调 就是你要跟他讲 他们当初帮你写下来 或是你自己写下来这个被拒的原因 那然后律师会帮您 会写一封律师函 来解释这个前因后果 那您下次再申请B1 B2 或是B1 B2 再进来的时候呢 那拿这个律师函入境 那个可以成功入境的机会就很大 如果您是持的是绿卡 而在海关被拒绝入境的话 那看来可能是有什么 这个刑事的案底的关系 他们的这个海关的电脑里面系统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情况呢 您一定要要求就要见移民法官 因为很多时候他会说什么 我比如说你要不要就是自己就是自动离境 你放弃绿卡什么的 那有些人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对法律支持不了解的话 就真的是就自动离境放弃绿卡了 那这时候我就是建议大家 那你如果还要保有你的绿卡的话 你就要求说我要入境 然后我要建移民法官 那如果他说你入境可以 我要把你放居留所 这时候你就要考量了 因为如果放在居留所的话 你要入境去进移民法官 要出庭的这程序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 那您是不是可以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呢 如果说你在境外有工作的话 不合适的话 那你就觉得那就算了 那么我就是撤回我这次入境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也许呢 我就是说不见移民法官 那么然后就回去原来的祖国 再想请的律师再想下面的对策怎么做 那另外一个如果是美国绿卡 在入境的时候被海关拒绝入境 是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说您呢 在美国住的时间不够久 那通常拿绿卡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把美国当作主要居住地 那如果入境的移民官认为 你没有把美国当作主要的居住地 他有理由可以拒绝你入境的 那通常来讲持绿卡者在美国境外 一年在美国境外呢 就最好不要到超过六个月 那我们很多的朋友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 每次来美国就好像所谓的 做移民间的蜻蜓点水制 来这边住几个礼拜又回去 一两个礼拜又回去 那像这种情况 久而久之 移民官看了就知道 你根本没有把这边当作主要居住地 那这样这种情况 他会问你说 要不然你根本 你不想要这绿卡嘛 那么要没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你自己就回去 远机遣返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选择是说 我给你一个B1 B2 就让你进来 但是你要把这个绿卡交回来 我们就等于是没收绿卡 那第三个呢 就是可能让你去见这个移民法官 那我们通常给客人的建议 也就是说 你要去见移民法官 除非你真的不想要这张绿卡了 那你说好了 那我就是拿这个B1 B2 进来办点事 或者是说来做商务考察 那如果说是 你还是想保持这个绿卡的话呢 你就是要求 我要入境之后 要见移民法官 现在移民法官呢 要进入这个移民法庭的程序 那要跟移民法官去解释这个情形 有这个建庭跟正庭 所以这个程序呢 可能也是蛮久的 短则几个月 长则几年都有可能的 明镜需要再番仗